人只敢對著手機講話 不敢對著人講話 出來投票的人是人喔 不是手機喔 我們現在中華民國 沒有實施手機投票的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 至少徐曉青比起黃國昌來講 不錯 至少還沒有丟蜜歡家族的臉 好 蓝英立委現在是自己做的 那特別是徐晶瑩 在這個有關國會改革的 這個部分的 尹將軍 他竟然說要我們去學中國憲法 有沒有搞錯啊 徐晶瑩要不要先去跟翁曉玲對話一下 翁曉玲不是講嗎 你有承認那個政權嗎 你不能承認他 他不是一個國 那怎麼去人民大會堂去學習呢 這不是匪偽政權啊 人大有什麼調查權 人大是匪偽政權 按照翁曉玲的說法 人大叫匪偽政權 他是串了中華民國領土的人 你怎麼會去跟一個匪偽政權 一個偽政權去學習呢 所以我覺得卓榮泰答的也蠻 蠻視平巴穩的 那不是我學習的對象 只有好的我們去學習 人大會 你要學民主國家 哪有人去學獨裁國家的啦 你知道在開人民大會的時候 有西方的記者到人民大會場外面說 請問一下 你是多少票當選這個人大代表 每個都躲 多少票 你多少票 這我不回答 你是多少票 你的民意基礎是多少 全部跑 裡面那群人全部都是行屍走肉啊 那都是習近平按出來的人頭 叫你舉手就舉手 叫你鼓掌就鼓掌 這種人民大會我們要去學 所以當然 總統太說 這我們沒有要學 這我們要學 不是我們學習的對象 對 哇 我不知道國民黨 一個內部對於一個共產政權 居然有好幾種表達方式 對 一個是 不錯 我們去學 一個是偽政權 不能承認 承認就是賣台 那這是一邊不承認 一邊要學習 對 你聽過跟土匪 跟匪匪政權去學嗎 這真是開了眼界了 所以我覺得 左龍台當時有錯愕一下 他覺得 昨天翁小林不是才講嗎 這個不能承認他嗎 怎麼今天就有人說 怎麼不去學一下人民大會啊 這真的是 要不要先把門關起來 自己黨團會議先定義一下 到底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個什麼立場 他是一個國 還是一個偽政權 他是一個人民大會 還是一個專制體制 我覺得國民黨 滿門關起來 現在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定義 討論一下 否則到了立法院 國會殿堂 自己在消遣自己的同志 實在看起來很有違和感 民眾黨呢 現在民調大跌 然後黃國昌 想選新北市長 他的民調 也是低迷哦 面對民調雙低 來一串雄 怎麼看 現在柯文哲說要趕緊找黃珊珊 來挽救民眾黨啦 怎麼可能 最近這幾個 不管是各式各樣的基金會 民調公司 或者是媒體做的民調 大家都可以發現這個國民黨跟民眾黨的民調 都是下跌 這是共同的答案哦 對 那這個民進黨的這一個支持度或滿意度 大概都慢慢微幅在上升 那個拉的距離就跟 國民黨跟民眾黨越拉 越打八口 好 那各位就想想看說 這幾個月發生了什麼事 就有變化嘛 那代表一定有發生事情嘛 國會國權 第一個就是立法院嘛 立法院的這一些表現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表現嘛 第二個就是有了新的行政院長嘛 然後這個賴清德 這個就任總統 有了新的行政院院長嘛 對 就這兩件大事啊 沒有什麼其他的大事啊 那就代表國民黨跟民眾黨在立法院的表現 這一次的所謂國會擴權的法案 沒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嘛 對 包括現在在處理的這個複議案 也有五成的民眾 以上的民眾覺得複議案 要支持行政院提這一個複議嘛 大概人民慢慢了解 知道說 原來這個狀況是這樣 經過這幾天 大家又討論下來 所以民眾黨往下掉 那民眾黨有做什麼事嗎 柯文哲這一段期間有做什麼事嗎 黃珊珊有做什麼事嗎 林國城 這些人有做什麼事嗎 好像也沒做什麼事 他們就不投票嘛 唯一有做事的 就是黃國昌 黃國昌 只有黃國昌有事嗎 黃國昌要操盤啊 又操到民眾黨就要倒閉 照整個黨往下走 黃國昌自己的民調也往下走嘛 對 所以在新北市的那一個民調 對 國民黨派李四川永遠維持在三成多 那民進黨不管是這一個蘇巧惠啦 這個鄭文燦啊 或者是林佑昌 這三個都還沒說要選喔 根本沒有 根本就還沒有蔣耀選喔 他們大概跟這個李四川啊 大概都在三成 三成大家在彼此 拉距一下嘛 對不對 黃國昌平均大概就13 12點多 13點多嘛 距離另外那個藍綠這兩個黨的候選 大概都差20% 所以黃國昌顯然在新北這一局就出局了啦 因為他也沒有談判籌嘛 國民黨也不怕他啦 對 所以才會傳出說那黃國昌可能要跑去新竹 那就恭喜新竹啦 那就恭喜新竹啦 新竹啦 憲這匹的 你們就繼續支持黃國昌了 最近大家如果做新竹的民調 搞不好青凡他這新竹的 黃國昌這匹的嘛 那也不錯 新版沒完啦 現在要去新竹啦 要去新竹吃 所以新竹是 因為現在高宏安7月的宣判了嘛 接下來就是代理市長 對 邱承遠 下一次的這一個選舉 搞不好國昌啊 現在後一陣就走 那柯文哲呢 柯文哲想扳回一城挽救民眾黨 說找那個黃珊珊另辟戰場有可能嗎 柯文哲意思是 他的嘴巴又不承認失敗嘛 他就說啊 這民調 就是那個民進黨在超酷媒體啦 他又跟民進黨超酷媒體 我剛才已經講了 這跟民進黨什麼關係 做下的民調會有記憶嗎 對 有媒體喔 有各式各樣的什麼協會 有長期做 有最近做 對 都顯示一個趨勢 就是民眾黨往下嘛 大跌的啊 現在我就民進黨去控制 民進黨有辦法去操控那個什麼 大家認為的藍美 紅美嗎 不可能啊 偏藍的媒體也不可能啊 都不可能嘛 但是這些偏藍的媒體 基本上也顯示民眾黨往下降 所以柯文哲當然會緊張啊 因為我剛分析下來 大家都聽得清楚 對頭到黃國昌 這個變數而已嘛 所以現在柯文哲當然去找這個黃珊珊 看有沒有辦法去重整齊骨 民眾黨的支持者 不管是操啊還是長啊 他們都很清楚嘛 這所有的變數只有黃國昌嘛 那黃國昌如果繼續搞下去 那民眾黨繼續往下 黃國昌繼續往下 黃國昌就說那個副議案他要反對啊 你還是要繼續當小蘭 繼續當附水組織 柯文哲怎麼救 黃珊珊說票投下去就知道 黃珊珊沒有跟黃國昌講一樣的話 對啊他說票投完就知道 對照道理來說黃珊珊應該說 我們也反對行政院複議啊 可是黃珊珊也沒講 又保持了一個很模糊的空間 因為現在啊 這些操啊叫長啊也會檢討啊 也會檢討柯文哲啊 為什麼民眾黨搞成這樣 柯文哲心想說 關我什麼事 我這幾個月有做什麼事嗎 我這幾個月也去南部 去東部騎腳踏車而已 我也沒做什麼事啊 全部部的都要黃國昌啊 推給黃國昌 他當然要想辦法看黃珊珊這裡 有沒有解藥 有沒有解方嘛 可是呢他們內部 就會開始出現這樣的矛盾 柯文哲如果再不好好的 把這個事情 把黃國昌的事情拿出來 他們內部檯面上討論 繼續駝鳥 繼續去創造黃國昌跟黃珊珊 想要搞兩個人 讓他們彼此去競爭的 這一種黨內的領導模式 到最後被拖垮了以後 對 即使黃珊珊也會救不回來 是好 我們看到現在 就柯文哲來講 這個黃珊珊這樣操盤的結果 讓民眾黨的這個民調大跌 來進行怎麼觀察 賠了夫人又責兵嗎 還是賠了國昌又責民眾黨嗎 現在柯文哲如果說 想找什麼什麼 想要找黃珊珊 要繼續在下一階段 想要搬回城 怎麼可能呢 這柯文哲就是潮水退了 被發現是假老二之外 連小草都不見了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 我認為現在的民調最嚴重的 應該來講 就非常多人在研究 像這個台灣民意基金會 台灣民意基金會 其實是有科民調 我必須要講 之前把柯文哲做很高 對不對 對你會發現選前的時候 是多少 是22%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封關民調那一個嘛 22%非常的高 可是你知道現在直直落 只剩下這個14.3% 你會發現這個大喇叭口之外 其實民眾黨是一直往下墜的 而且跟民進黨落差 已經達到所謂的23%這麼多 那這個大喇叭口我覺得很難修復 那非常多人都在算嘛 都在問說 這疑似的 疑似的160萬張票 去了哪裡 其實就以這個民調的數據來看 你會發現這個中間選民 其實你看到高達27.2% 這麼高耶 其實這麼高 其實是從這個2024選舉以來 從來沒有這麼高過 那這麼高可能來自於哪裡 我認為全部都是從民眾黨的中間選民 由於過去包含年輕選票 那其實近期啊 也有這種所謂國民黨內部啊 無碼流出的這種所謂 所謂這個新北市的民調 我認為新北市的民調 才是民眾黨要最焦慮的 為什麼 你要知道黃國昌他的角色 在民眾黨喔 他是一個大母雞 然後他負責在哪裡 他就負責在新北市耶 他最近還跟館長合伴這種 帶著媽媽 社區活動 做運動的這個社區活動啊 然後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他在努力要經營的 這隻大母雞啊 在這個所謂新北市 拿下的政黨認同度只有多少 各位看 我們看到這一根 三公分的部分 這一根只有8.56% 這麼低耶 那這麼低 我認為他引誘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其實在新北市的得票率 總統選票裡面 得票率其實是拿下了26% 你知道嗎 才不用五年的時間 整個你知道這樣往下跌 跌了大概十幾% 18%這麼多 那麼大家就說 這160萬票 如果我說前份民調 這160萬票 在其他的政黨 恐怕小聯誼啊 就是打個水漂啊 但在民眾黨 這形同什麼你知道嗎 三四個不分區立委掉了 是 少了 所以對民眾黨來講 是非常的嚴重 另外黃國昌已經被製造出說 他是民眾黨之神嘛 柯文哲也沒有聲量沒有用 直播都一兩萬個人在看嘛 本來啊 國民黨內部還很緊張 民進黨也在講說 趕快開直播 趕快開直播 搞得大家緊張兮兮的 結果不可思議 剛剛這個益川哥有說嘛 搞東搞西最後 你們民眾黨剩下什麼 我跟你報告 我們民眾黨 柯文哲剩下什麼 你知道嗎 充彈 充彈 來 你看喔 就以這個民調 這個新北的部分 我認為很誇張什麼 18到19歲 黃國昌0 不管跟誰比 0 都是蛋 對 都是蛋 怎麼會這樣 對啊 年輕票跑光了 我覺得這個很扯 什麼意思呢 18歲到19歲算年輕人嘛 接到電話 他寧願說我支持李四川 也不願意支持黃國昌 是喔 這個我覺得反傳感很大 之前說都是小草 現在連小草 小小草也都沒了 也都沒了 而且重點18到19歲代表什麼 你知道代表2026投票的手頭組 手頭組你可以拿到0% 我真的是嚇一跳 更恐怖的是什麼 男女比例的失衡 男女比例 女性最多啦 只有4% 男性十幾% 這差兩倍多喔 我覺得更恐怖的是50歲以上的 可能50歲以上的也都5%而已 所以他的問題是在哪 他所有的這個支持者 只聚集在20到24歲 那大家都在講啊 民眾黨難道不檢討黃國昌嗎 對 我跟你講 在所有的政黨支持裡面 我舉例來講啦 國民黨一定會接到電話 一定是支持自己人嘛 民進黨接到電話來支持自己人嘛 所以他們都會超過八成以上的支持 在自己的政黨 黃國昌是我看過最低的 七成而已 七成 也就是三成的民眾黨黨員 三成民眾黨的支持者 是不支持黃國昌的喔 那所以就不禁要問一下 柯文哲到底在想什麼 我告訴大家喔 其實柯文哲跟黃國昌的崛起是什麼時候 2014的太陽花行動 結果沒想到10年了 10年 柯文哲跟黃國昌 現在喔 太陽花存下來 流存下來的光芒 已經全部黯然消失了 更何況你會發現 全部吐回去了 你有沒有發現 這18到19歲代表什麼 七鳥運動在這一次啊 確實跟小草是沒有重疊到的 這小小草 應該說那應該叫什麼 民主幼苗 因為現在網路你要看 柯文哲跟黃國昌 有特質 他們在網路聲量特別大 你看他的直播人數又特別多 現在的小孩子都會知道說 這一兩萬個直播可能不是真的喔 對嘛 所以我覺得小孩子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 這童話故事 會舉手 跟國王說 你沒有穿衣服的 都是小朋友嘛 對啊 所以我是真的覺得 你柯文哲不要把小朋友看小 因為他一直說 都是民進黨這些媒體 故意要煽動這些年輕人出來 才會有七鳥行動這樣的狀況 我認為那都是錯的 完全是可能是錯誤評估喔 因為包括藍白都一直說 哇這些青鳥就是 綠營民進黨去把它動員出來 但事實上 看起來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個痕跡啊 范老師怎麼觀察 現在對於柯文哲來講 恐怕就是一個最大危機 那時候黃國昌啦 可能成為一個棄子嗎 黃國昌昨天在立法院 本來這個磨刀禍禍 已經這樣 我們看到前陣子 他好像韜光隱晦啊 在你準備好 要好好的修理這個法務部長 這個鄭明謙 所以他昨天你看他立法院 充分的這個質詢 然後他以為他拿了各種的案例 美國德國的例子 要讓那個鄭明謙一刀斃命 結果鄭明謙立馬跟你回覆回去 搞到黃國昌怎麼樣 整個愣住啦 斷片啦 斷片之後怎麼辦 就不斷的喊 你不要插嘴 你不要插嘴 黃國昌為什麼一開始信心滿滿 第一個 他認為啊 哎呀鄭明謙 你只是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的法律系畢業而已啦 我黃國昌是台大法律系 我的分數比你高 第二個 我黃國昌有美國康東亞大學的法學博士 你鄭明謙連碩士都沒有 所以這方面 我的學術的抵禦 一定可以碾壓你鄭明謙 就想不到鄭明謙對不對 馬上的這個 這個 看 把一個問題一個一個的解決掉 結果黃國昌整個傻 扔在那邊嘛 只能說 你這個 不要插嘴 不要插嘴 你們黃口而已嘛 黃國昌很奇怪喔 我覺得他有一個被插 創傷症候群 啊 公眾就是插 不要插嘴 不要插隊 不知道是不是從... 黃國昌老師講的這樣 不好 我建立一下改一下 叫做被插 然後插 被插隊 被插化 就是那個 但是後面那個插打XX 被插插症候群 哈哈哈哈 被插插 好 創傷症候群 從小有什麼陰影呢 讓他到今天為止 你看上次在簽到的時候 對不對 柯建民在他後面啊 看到柯建民 看到裡面有媒體 趕快喊 插隊什麼插什麼隊 所以我覺得黃國昌現在看起來 他從這個 這個中廣的民調看來的話呢 他已經是沒有希望了 他看不到 胡莫凱的車尾燈喔 更不要講李四川了嘛 所以我覺得他 就可能回到新竹來選 新竹市長 那這場選舉會很精彩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黃國昌找到了一個 新的藍海 可以讓他好好發揮 但是為了一次 現在民眾黨的副市長 副市長是邱成元啊 副市長也會願意退出嗎 邱成元現在 高黃安如果到時候出了什麼問題 邱成元可能會 他也可能會出來選這個新竹市長 那可能就黃國昌要怎麼樣說服 逼邱成元這個退選 那他們一個茶壺內的風貌 可能會再度出現 新竹市民這樣算很幸福耶 因為支持藍營跟支持白營的 兩個選擇 一個是翁曉靈 一個是黃國昌 你們新竹市真的很讚 新竹市有在看電視的 支持藍跟知識白的 你們就只能選 翁曉靈跟黃國昌 這新竹市人很精彩啊 秦皇這到底怎麼回事 藍營那邊傳出來的 是代表藍營有可能要把他 黃國昌把他從新北把他移走嗎 挪到新竹對他們 藍營來講威脅性比較低嗎 我覺得這個分三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是這件事情 在新竹坦白說已經傳了一陣子 說黃國昌是不是 他其實真正要選的不是新北市 而是新竹市 那當然這件事情有尷尬的地方 是在於說你如果要選新竹市的話 那你不就擺明認為高鴻安不會連任嗎 為什麼你認為高鴻安不會連任 不就擺明你認為高鴻安的官司 很大的機率可能會出狀況嗎 所以你才會認為說你可以選新竹市嗎 否則按照民眾黨正常的狀況 你不是應該是高鴻安在選連任嗎 怎麼會是由黃國昌來 但我必須這樣說 這件事情確實在地方上是發酵了一段時間 可是我覺得不對 因為黃國昌跟館長 不是在板橋還在辦社區活動嗎 對不對 他如果真的要選新竹 不是應該去新竹辦活動嗎 對 所以這就是牽扯到第二個我要講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看到是黃國昌 他不是跟李明賢主動去談到說 會不會扭嘛 要不要整合嘛 所以他整合在哪裡 還是在新北市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現在黃國昌的操作方式 跟民眾黨的狀況 確實因為黃國昌的操作 讓民眾黨陷入到支持度大崩盤的狀況嘛 那支持度大崩盤這個也不是我們講的嘛 是你從民調看得出來嘛 從柯文哲拿了三百六十九萬票 占整個支持度大概是二十六趴 一直到跌到剩下十四趴 這中間跑掉一百六十萬票 嚴重 嚴重耶 三百六十九萬票 跑掉一百六十萬票 剩下兩百萬票耶 如果這不叫崩盤 什麼叫崩盤 所以現在才會有報導傳出來說 在幕後 柯文哲緊不緊張 很緊張嘛 所以柯文哲緊張 他們才會想要去找黃珊珊幫忙去做處理嘛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走到第三個狀況嘛 如果選新北市沒機會的話 那對於這個新竹市來講 反正國民黨現在也不是執政黨啊 現在執政黨是高宏安啊 是民眾黨啊 黃國昌說二零二六還太早了 現在講到還太快了 太早的話 那你還跑去找李明賢問能不能讓 還跑去找李明賢問能不能等 是啊 口是心非 你心裡沒有想二零二六 你現在跟大家講 新那個二零二六還太早 沒有喔 對你來講二零二六其實不早了 該做的布局都快開始了 可是黃國昌現在最大的危機是